五六十年代種馬錶是很多人的夢想 馬會為了慶祝成立125週年再推出馬錶 頭獎有1250萬 由旺樂欣說一下 這些馬錶當年是很多人發達的夢想 兩蚊一張中了彩金有百萬 五十年代一百萬可以買到幾十層洋樓 所以馬錶大受歡迎 五六十年代隨著在街甚至在酒樓 都可以見到小販拿著這些架賣一張一張的馬錶 不過隨著綠合彩的出現 馬錶漸漸被淘汰 這些情景就很難見得到 馬會為了慶祝成立125週年再推出一次馬錶 兩套二十款分別以馬會捐助起的設施 和馬壇名區做主題 每張會附有抽獎券 上面有一至十四號的號碼 將會是十一月十五號參加馬會一百二十五週年 杯的馬匹號碼 買中跑出那匹馬的號碼 就有機會抽獎 頭獎是一千二百五十萬的足金 上一次出馬錶差不多已經是十年前 當時是千禧馬錶很多市民都買不到 紀念馬錶在星期五開始發售 每張二十元總共有二百五十萬張 收益會捕作慈善用途 有線電視機就在黃樂欣報導